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交大BioX研究院李卫东教授 由他组织了花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先春 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和自然科学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徐震离等专家 精心挑选了成 除 开方 次方等数学题目 对周伟进行运算方面的测试 周伟在做这种乘法运算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不可能通过记忆来回答这些事题 他的妈妈一直以为他只能算到三维数乘三维数的乘法 经过这次测试我们发现他也可以算成四维数乘四维数的乘法 有一些五维数乘五维数他也做出来 所以他的数学能力实际上是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挖掘 他每次做完题他希望得到一种表扬 一种鼓励 如果我们给他更多的一种关注或者给他一些培训 我觉得他可能还会有很大的进步 最后专家们强调 能发掘有特殊脑功能的人才 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要 将对脑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揭秘大脑做出巨大贡献 我们综合的测试明确地表明一点 它是具有非常强大的能力的 恭喜你 今天中饭吃了没有 吃过中饭了吗 吃了 好不好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啊 哎呀 今天开心不开心 吃 哎 注意到了没有 他第一次到舞台上的时候我问一句话 没有回答 现在我问他所有的话 他今晚回答的简短 全部回答了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说他身体不是很舒服 然后他在算每一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在观察周遭的眼神 是带点恐惧的 因为这个场地又大 然后这么多陌生人 但是他现在上来还有妈妈 其实你们都是充满了笑容 我觉得短短的应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他的自信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觉得是来自于周遭的人给他的善意 这个非常重要 好棒 加油 刚才跟你讲话的那个姐姐漂亮吗 漂亮 好聪明啊 真棒 真的好聪明 接下来呢 我也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由上海交通大学牵头联合了 国内的几十所的相关的专业的研究的机构 建立了中国超级大脑的人才库 那么已经决定了 吸收周遭的库 你看 好主动 真棒 超级大脑人才库 专门设立了专项用款 那么这个专项用款呢 实际上总计有三十六万元 按照每月一千元的发放 那么可以发放三十年 用于保障周围的生活 现在呢 我们有请中国超级大脑人才库 学术委员会专家 华东师班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 周永迪教授 为周围颁发聘述 恭喜你 有请胡教授 谢谢 好 那也谢谢周教授 我今天当然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能代表我们中国超级大脑研究中心 以及中国超级大脑人才库 来向周伟颁发这个证书 接纳周围为我们这个人才库的成员 同时当然我也非常感谢 这样一个节目 最想打倒这样的节目 是 帮助我们这个人才库 发现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才 同时我们这中心的语言专家 在我们长期与周围合作研究的过程当中 也会帮助周围来提高他的语言能力 我想这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对他的生活来说 太棒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太棒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 以及在座的观众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有特殊才能 或者你们的同学 朋友 家属当中有特殊才能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样一个超级大脑人才库 你们的加入会对我们中国的认知 或者是音科学的发展 或者我说得更大一些 对 对世界的认知科学发展 或者再大一些 对我们人类 我们认识自己 认识我们大脑的功能 将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周教授 谢谢 谢谢 我们也请妈妈讲一两句 我作为这位的母亲 谁先代表我全家人 我想所有人 所以帮助这位的好心人 决格广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就从这个最强大了做完这个节目以后 给这位走回了他的自信 他开心多了 我这是 他开心快乐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信任 所以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接下来欢迎收看 大眼一期经历一Live智能手机 为你冠名摸出的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 挑战在神光之战 心理素质决定你的胜负 一切不在话下 最强大脑 最强道具 一千七百七十张相似合成脸 一百部密码手机 一百二十颗红绿天桥 我挑战所有人 儿子 你最棒 今天把你爸爸给淘汰了怎么办 成功几率会很大吧 我希望代表中国战队 代表中国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这些代表中国的天才太伟大了 中国战队最后行为花落谁家 我最后淘汰的选手是 老力大战一触即发 讧续 曾教授重返地球 2014年1月3日 最强大脑横空出世 14位脑力奇才披荆战棋 在此集结 他们用自己的超强大脑 证明了人类大脑的无限种可能 全都了 全都了 然而人类的大脑根本没有极限 各方宣战分支踏来 现在最强大脑挑战赛的大幕 已经拉开 这里有更疯狂的脑力战士 更震撼的挑战效果 面对挑战 谁能保住晋级之位 谁才是中国的最强大脑 今夜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将寻找到答案 有请组织人蒋昌剑 中国的最强大脑在哪里 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富 欢迎收看大眼一气 经历一览智能手机 为你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 在这里我们要让科学 起来 两位新人 其实对观众朋友们来讲 他们并不新 但是我还要隆重地给大家做介绍 那就是江苏卫视的著名主持人 孟非先生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孟非的老朋友 老搭档 令财神先生 欢迎你 财神 这个最强大脑你看过没有 讲实话 我看过 我也是作为这个最强大脑的策划吧 比较早以前就知道这个节目吧 是吧 节目现在的这个样式 跟你当初的策划 你觉得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那还是比我想象中豪华一点吧 我们这个场子太大了 大了有点不适应 还是你们节目有钱呢 你说哪个节目穷吧你说 你是嫌《非诚勿扰》节目穷吗 现在我给你透露一下 这个节目的制作经费呢 大部分来自于《非诚勿扰》所赚的钱 所以感谢一下孟非 多谢 多谢 好 欢迎两位的到来 谢谢你们 那么现在呢 我们整个的中国最强大脑的战队呢 目前啊暂时有13位 那么实际上 我们这个战队的最后的名额呢 是12位 因此今天的这个挑战赛 大家想见是非常的激烈的 现在我们首先欢迎 已经晋级的选手 这里是最强大脑中国战队的备战区 到目前为止 战队的所有成员 他们是杨万里 尼紫强 爱小娃 李玉娟 孙彻然 黄金东 李勇 王丰 郑才谦 饶顺 吴天胜 以及十分直接晋级的 贾丽萍 周伟 接下来 他们将迎来全新一轮 更加强悍的挑战者 究竟谁去谁留 今晚中国战队的最终名单 即将揭晓 好 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挑战规则 宋强大脑 挑战赛规则 竞技赛胜出的14位选手 将接受来自 挑战者的全新挑战 挑战方式一 挑战者从竞技者中 指定挑战对象 分高者进行 挑战方式二 挑战者不指定挑战对象 竞技者中 分数低于挑战者的接触率 由科学评审决定淘汰艺人 最终科学评审选出的12位选手 将组成最强大脑中国战队 好 我们有请第一位挑战者 大家好 你好 小伙子 主任好 你好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云龙 我爸爸叫李勇 哪一个李勇 已经晋级的那个李勇 淡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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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是那个 OK 就是那个 变弹的那一位 上次他说 如果我被淘汰了 我的灵魂还会在这里 哦 明白了 那么今天 你要挑战的选手是谁呢 我们看一下备弹群 好 那么你究竟要挑战的是谁 我挑战所有人 啊 挑战所有人 是的 也就是说他如果今天挑战神功 那么那些被他超过的竞技的选手 就有可能被淘汰 不是一个 也有可能两个或者是更多 其中也包括你的父亲 有可能 儿子 你最棒 你现在就是爸爸最期望的 你要以你的行动 证明你的实力 给大家看 爸爸 如果我真的取代了你 那你回家可不要吵我 不会的 儿子 你在这里成功 是爸爸的最大的希望 爸爸这么多年来培养你 就是让你在这一刻成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叫灵灵 爸爸每天接我回家 读到我的功课 督促我的训练 我每天都要训练 两个小时左右 我一心培养儿子 我把所有的梦想 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 让他来实现我儿子的梦想 科建议也不能和同学出去玩 以前就是很不舒服 我为什么就不能和别人 玩得一样多呢 无论他愿不愿意 作为一个父亲 我告诉他 人的成功必须坚持 只有坚持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老爸的一手培养下 我成为了一名魔方高手 我能以最快的速度 将魔方复原 或者变成任意想要的状态 并且对我来说真的很轻松 儿子没给我丢人 三个月开封五地手 半年河南省孤独求败 达到了四个国际大奖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我要让儿子到最强大脑来挑战 如果我今天真的走了 我让我的儿子过来 站在我的肩膀上 挑战所有的选手 我是我爸爸的骄傲 我最擅长魔方 但是我和我老爸一样 绝对不去玩别人玩过的东西 没意思了 所以我就要挑战 我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老爸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看我的 表播老师 你先看 其实你马上就要挑战之前 按道理来讲 我不应该用一些 负面的暗示给你 但是刚才通过VCR看出 你爸爸对你的期望那么高 这就是跟其他参赛选手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完成 你又没有完成挑战项目 你怎么去面对你爸爸 这种压力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觉得他根本没想那么多 我说你没想到失败以后 你怎么样 你没想过不成功吧 你没想过压力了 没有 你认为一定能成功吗 至少成功几率会很大吧 很大 他对自己还是有点自信的 那他挑战的是什么 我挑战的是盲指过天桥 盲指过天桥 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规则 他小小年纪 华山一条路 调回破天机 步步惊心 李云龙 120个红绿板块随机组成的天桥 红色危险 绿色安全 挑战者迅速观察不断下降的天桥上的板块 最后 背身指挥嘉宾 踩踏安全路线 通过天桥 挑战成功 好 请三位评审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观众朋友你们可能都知道这是在这个舞台上极少出现的预判分都是满分的情况 好 财神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他是这样子就是从小受过父亲那么相对系统严密的训练 而且基本上这个项目是他自己选择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他是有足够自信吧 不是 我觉得我对你这个打五分提出点质疑 他们两位已经在这录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俩出来乍到的 你一下就打个五分 那接下来万一有更厉害的你打几分 你想他爸说过不了关他就灵魂留在这 然后他爸在这 我要给打个第一分回头他爸不找我 没有道理 这个 我得跟他爸说你儿子是最好的了 好 好 有不老师 我是还是觉得你挑战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因为120个这个不同颜色的板 你要用60秒钟就要记住 而且是在别人去完成 你要帮助别人完成 这是有多一分压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给你五分 好 谢谢永伯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请科学助理 为李云龙小朋友戴上眼罩 好 请大家往上看 三 二 一 哇 好猛哦 哇 这么长啊 很长很长 李云龙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计时开始 开始 三十九秒 和他应计时时开始 你还计时开始 不计时开始 你还计时开始 不计时开始 我计时开始 接下来请李云龙上挑战位 同时我们也请科学助理 为他戴上耳罩 让他安静地再回忆一下 请全场一定要保持安静 加油 儿子 加油呀 我觉得非常难 因为主要是他的时间太短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所以完成这个任务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有请一位嘉宾朋友 来完成 这个嘉宾朋友 不但跟江苏卫视有关 也跟《非诚勿扰》有关 我觉得我现在感觉到 我到这个节目来是一个阴谋 我们请出的这位嘉宾是 林财神 你刚不是拍手吗 林财神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对 财神我跟你说 他刚自个儿还拍手 你先不要说 你听我说 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 你做得特别合理 这个我觉得台里人 应该用你们 你们自己台里员工啊 为什么 我们没拿你当外人 掌声有请 林财神 你们有买过保险吗 买过 我向你保证 你上去之后有点意外 我们轻着算工伤 中了算因工殉职 好吧 好 掌声再热烈一下 你去吧 哎呀 真的不应该来啊 好 你放心 我们请工作人员 给他带上安全措施 我觉得不需要了吧 哎 不好意思 我能不能去趟卫生间 我好紧张 这个这个 我是真的要去 你真的要去是吗 我真的要去 真的好紧张 那么高哎 大哥 不好意思 大家稍微等我 好 真的很紧张 你在哪里啊 往前一次走到底 他不会跑了吧 不会 外边有保安 关门 他跑不掉 其实这个应该让他爸爸来了 为什么 哎 这是个好主意 不是好主意 对吧 他爸爸那么有自信 要多绑几个 多绑几个 我跟你说 财神 你抓紧点 这孩子刚才能记住 你再磨蹭一会儿 他就不一定记得住了 准备好了没有 老天保佑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财神 已经站在天桥上了 现在听我的口令 请升上天桥 哎 下面有没有电子的啊 哎 来不及了 你们是故意的吧 财神 你现在最好的方式是 看前面的数字 注意力集中 好 我们看到天桥 已经升到位置了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就请科学助理 为李云龙栽下而照 好 李云龙小朋友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李云龙准备好了 挑战开始 二 安全 三 安全 五 安全 六 安全 九 安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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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安全 二 十 安全 十三 安全 十六 安全 十八 安全 十八 安全 二 十四 二十七 安全 三十 安全 三十二 三十五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五 安全 四十七 安全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三 五十五 安全 57 安全 60 安全 61 62 64 66 69 70 72 73 75 77 80 81 82 84 84 安全 走了一半了 不是啊 不是一半的问题 他就是最后一块错了 也是白了 86 安全 87 安全 90 安全 91 94 100 102 103 108 安董的挑战非常顺利 8 但能不能最后成功 110 还有不少考验 110 安全 1112 安全 113 安全 116 安全 最后十块 118 安全 120 安全 恭喜你 成功了 做好你 看我的好样子 哎呀 永波老师 对 我对我刚才给你的五分 我还是觉得非常欣慰 你觉得豆豆威会给他打出多少分 因为以前都是我们打高他就打低 我们打低他就打高 老师反了 听上去你对他的打分很有意见 有一点点 对 但是呢 我特别希望到特别能给他九分 九分 九分 九分是很高的分子 我都会考虑你的意见 李渔龙遭遇过前所未见 在最强大脑的难题就是 第一个 嘉宾去上厕所 这拖延了他的时间 第二个难度就是 这个嘉宾非常的碎念 然后他会在他的表现当中 一直发出很不好听的一些 呃 啊 啊 的声音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参赛者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干扰 那所以我觉得他都通过这样的干扰 真的还是值得五分 你讲得非常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 豆豆威你打出的难度分 你的难度分 是否能让李渔龙加入到 中国最强大脑的战队呢 我们施步 你待 结果会是 30分 60分 80 120 我们请孟非 为他颁发最强大脑中心道 我们能改变明年的轨迹 创造值得骄傲的世界 谢谢孟非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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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可卫 今天大家的观察是对的 就是他的速度极快 我估计了一下 如果不是需要他跑过去的话 如果是把数字摆在他面前的话 就像比赛一样 他可能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 所以他今天的表现相当的不错 刚才你们的观察也是对的 财神去上厕所这个时间 的确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影响不会太大 但是我觉得那个压力的 那个加的那个测试 那个的确会有影响 就像李永博老师说的那些 给他一些额外的压力 这个恰恰其实给他加分 为什么 因为他表现得非常好 在压力的情况下 他当然没压力 是我在上面 又不是他爸爸在上面 他哪来的压力呢 但是他如果失败的话 爸爸在后面 你就要伺候他了 所以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今天是最后一场的挑战赛 后面就是国际赛 就是PK赛了 PK赛的时候 实际上是你是跟你的对手 是面对面的 那时候会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有压力 所以我对选手的要求 在这方面 我希望他们的行李素质更好一点 能够抗住压力 从今天你的表现来说 你在这方面 心理素质方面面 的确让我们印象深刻 所以非常祝贺你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挑战成功了 我给你一个机会 向父亲提一个要求 我想要多玩几天 他说他要多玩几天 利用 儿子 儿子 你成功了 我一定会满足你的心愿 到底是几天 二天 儿子说 需要几天 我就给他几天 好 说 三天吧 啊 给你五天 这个我想有点问题 想采访一下这个父亲啊 就是您觉得这个成功在你看来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你说儿子一定要成功 我这么多年来坚持一直对儿子的培养 我就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站在舞台上 或者在他的工作中 能够向大家展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完成自己想完成的既定目标 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其实我想成功 有的人追求成功 有的人追求快乐 有的时候成功和快乐 这两个事情不矛盾 对有的人来说 成功就意味着快乐 而有的人觉得 要追求成功的时候 一定放弃了很多快乐 我想知道的是 这个父亲他确定知道 他孩子更希望的是快乐 还是成功 还是你希望的那种所谓成功 我跟孩子不止一次地沟通过 你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和梦想是什么 他说我长大一定能成为一个科学家 跟他爸爸一样实现那种梦想 但是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 由于我们执着 由于我们坚持 他肯定不会像其他的小朋友那样 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时间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对孩子也是很内疚和欠缺 我希望能在今后的过程中 爸爸争取最大的努力 能给你补回来 哎呀 好 谢谢爸爸 其实我只是想表达 作为父母 可以更多地尊重一下 孩子自己的选择 如果孩子选择 那和你的梦想正好吻合了的话 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多一点点时间 倾听孩子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我们把一个梦想告诉他 说你去实现这个梦想吧 而是应该先问孩子 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好 谢谢孟陪老师 所以是不是要问一下李玉龙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科学家吗 真的想当科学家 还是想试试其他的事情 你有自己的答案吗 没有 没有 哎呀 没有 好 带上这个荣誉新章 走进我们的备展区 小伙子 向前冲吧 李玉龙黄永宁加入到了对抢大脑中国战队 儿子 真棒 一百二十分以下的老队员 请取下你们的荣誉新章 走进第一现场 加油 给自己的老爸加加油好不好 李玉龙加油 老爸加油 谢谢 谢谢 好 好 那么到底谁去谁留呢 各位 现在请你做出最后的决定 李子强请你站转 孙车然请你站转 李勇请你站转 然后盛海安全你站转 然后盛海安全你站转 我要淘汰的选手 就在你们四个中间 恭喜其他人安全了 恭喜你们 李子强请你往前站一步 李子强请你往前站一步 李子强展现的是 就是双胞胎连连看 我觉得当初的栏目的设置 李勇完全展示出他的能力 特别是我对他的家世 他的能力我还是肯定的 所以李子强你安全了 好 恭喜你 李子强 谢谢 李勇请你站转 就李勇也用到了一定的 记忆的成分 就是他需要记住那一只 需要识别的鸡蛋 但他的能力更多的是 视觉的变性能力 我觉得他这种能力 跟李勇冬展示能力 还是不是非常的匹配 所以你暂时安全了 好 哎呀 那么恭喜李勇 剩下来两位选手 一位是孙策然 一位是姚舜涵 最后请各位做出你的决定 孙策然 你做的是盲田数读 你用的工作记忆 你需要记住那些数字 然后进行逻辑运算 进行比对 进行关联 在这方面 你跟李勇冬展现的能力 还是有点相像 都属于短时记忆里面 然后饶顺寒 他通过心算 爆出了玩具总的价格 对 这种心算能力 也属于工作记忆的范畴 是 所以你们俩能力是类似的 他今天必须淘汰一个 是 我最后淘汰的选手是 饶顺寒 好 孙策然 恭喜你 好 孙策然 恭喜你 所以我还是希望您能够继续努力 我相信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才七岁 你的天赋还能够继续地发挥出来 更加地变得更强大 我觉得欢迎你以后再回来挑战 谢谢 这是我听Dogdaway在宣布结果 最吞吞吐吐吐的一次 我知道对一个小孩来讲 Dogdaway有多么不容易 太难过 你要说什么吗 想说还是不想说 都可以 想说 他说他要想说 好 我才七岁 对 我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我相信我超级精神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我们给他的未来的前程加油鼓励好不好 加油 有些人李永波总教练讲了一句话 非常的激励人心 他说他看过所有的选手 在每天的人生每天的比赛当中 失败总是伴随而来的 所以我想失败为成功之母 他要有能这种挫折容忍度 他将来就会是一个心理素质非常强大的 最好的最强大脑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经理eLife智能手机冠名 电动车领导者爱马 特约播出的最强大脑 红流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你好 你好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刘洪志 今年16岁 读高二 一个16岁的高二的学生 站在这个舞台 他要挑战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备战区 那么告诉我你究竟要来挑战谁呢 我不知道挑战谁 但是我今天的目标是加入最强大脑中国战队 如果把你这句话翻译的话 就是他今天是来抢位的 如果他今天挑战成功 备战区的已经晋级的选手分数比你低的话 他们都有可能被淘汰 16岁高二的学生 到底在这个舞台上 会展现怎样的才能呢 我们首先了解他一下 看一看不管他的为谁啊 我是刘洪志 一名来自湖南的普通高中生 我不是那种活跃的学生 甚至到现在都还有同学 不记得我是谁 每天上学 放学 做作业 虽然也有一些特殊的爱好 但也只是自娱自乐而已 反正生活一直都是平淡无奇 直到有一天 听到电视机里 传来了最强大脑的声音 我平静的内心 突然被掀起了一丝连泥 我开始回想 我对各种线条的敏感 各种图形的感知 各种颜色的识别能力 是不是就是他们需要的最强大脑 当我尝试了其中一位选手的项目之后 我发现 我可以比他完成的更出色 不知道是他太普通 还是我真的不平凡 总之我觉得现在的我 似乎也具备了代表中国 迎战世界的名利 这次我要证明自己 向所有人发起挑战 谢谢 陶子卫 我想问你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在这个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你看我报几个名字你就知道 葛云林 饶顺涵 李子强 包括现在的刘洪志 都是在校的学生 成年人到哪去了 你是说李云龙的爸爸吗 孟慧老师我想问你一下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很哲学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 对 你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我们体现 看到这么多孩子来这个地方 我想从生理学上讲 我们每个人的器官 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的器官 都有一个发育成熟到最顶峰 然后慢慢衰老的过程 我们会看到很多 很厉害的一些成年人 对 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厉害 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经验 对 我们这个节目叫最强大脑 就是我们仅仅是来选择 那些最聪明的人 我个人感觉里边 可能先天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所以孩子多一点 我觉得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大脑是用尽废退 如果你每天都在锻炼它 只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看到李云龙的爸爸李勇 还是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叫大家不要放弃 不要拿年龄当借口 这句话很好 像财神这样 一直在睡眠状态 会影响智力退化吗 他算睡眠界智商最高的了 睡眠还有界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回到 我们挑战的项目上来 能够告诉我们 你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 制破百步手机锁 不知道他要破的是图案锁呢 还是数字锁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挑战规则 他天才少年 随机密码顺时几亿 制破密码锁 刘洪志 一百名观众在一百个手机上 随机设置锁屏密码 挑战者现场熟悉 每个密码只允许看一次 最后将评审挑选的手机密码破解 三次机会 两次破解 则挑战成功 没看懂 他是用那个图形嘛 对不对 对 那但是这个手机都长一样是吗 那他怎么辨别 这是他记的第57个还是 对 每一个手机都有编号 每个手机都有编号 好 好 所以验证的话就是报一个编号 你把那个手机给我解锁开来 对 知道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 应该是他只能看一遍 他没有机会看第二遍 这个 我觉得不能保证一次就记成功 也就是说对他记忆效果的要求 会非常非常地高 对他的心态 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么 我再提醒评审 因为你们的打分直接会影响到 他是否能够挑战我们备选区的 这样的一个已经晋级的选手 请大家审慎的同时 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好 柴神你给的是5分 你好像打得都挺高 对 那我莫名其妙去得罪人家干嘛 那你 我要是你我就先打3分 下次再来一个打4分 再来一个打5分 那万一因为我这个把他淘汰了 人家不是恨我吗 没有 最终的决定权是Dotway决定权 对 那我 我们都打1分 他给10分也是 你放心 节目播出以后 对 那我 只骂Dotway 我也不会骂你的放心好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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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项目只要这么难 我只能给这么多难度分 所以具体分最后多高 你们的预判分太重要了 永波老师 因为前面我记得 王金东也做过一次 二维码和手机关联的挑战 我记得当时我也是给打了14分 今天他的挑战内容呢 我觉得跟黄金东的有类似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也同样是4分 陶子 其实像他这个数字 他是有一个图形的 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画的顺序 虽然你记得他可能是一个圆好了 但他是从369还是963 这个就决定了错误或正确的关键 所以我想他记得不只是那个图形数字 还有方向 是 我觉得蛮难的 你加油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上挑战位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请场上的100位观众上台 将自己认为复杂的密码 画在我们模拟的密码锁上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请科学助理 将此密码设置在手机当中 有请科学助理 哇 哇 挺炫的 好壮观 跟我那个项目的100把手 还真有点像 谢谢主持人 下面我邀请现场的100名观众 为手机设置密码 现场100名观众 随机在100个道具卡上画出密码 再由科学助理在相应编号的手机上 进行密码设定 是 带有密码的100张模拟密码锁也放在了刘洪志的面前 那么在他挑战之前 那么在他挑战之前 我要想强调的是 每一个密码 小刘 你只能看一次 现在 我们请科学助理 为他带上 还干扰耳机 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保持绝对的安静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 小绿准备好的话 挑战开始 开始 小绿凝亭 看一次看多多長時間是短片 他剛才這個速度還是挺快的 第一章好像就幾秒鐘 是吧 你要說計六個數字的話 的確應該這麼快地說 沒有沒有 關鍵是他就是一次機會 對 大陸 大陸 還看多長時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照爱宾号是一万规律来说 她的时间记得越长 她的准确度就越低 其实我觉得时间长短 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 她记得住成功了就行了 应该现在在回忆过 对 这很明显的是回忆的状态 对 这很明显回忆 不及时间比较长 我担心等一下DOTA 给她分数会低一些 对 其实你不用担心 她给的分数低 因为她给的高你就危险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孟非 在这一堵模拟的密码墙上 给她挑选一个 你自己认为复杂的图形 让我们挑战者来破解 有请孟非 选一个是吧 对 在孟老师选的过程当中 我要给观众朋友讲的是 她有三次机会 那么如果她两次成功 那么她挑战就成功了 你要不要全部看一下 我刚才看了 你看了是吧 好 要我拿下来吗 对 你确定你选择这个图形 你拿下来 交给我们的科学助理 好 孟非老师选择的是 第63号手机 它位于第三行的第九个 好 接下来我们请 我左手边的科学助理 爆出她对应的 真实手机的方位 孟非老师选择的是 63号手机 它位于第三排的第九个 好 那么接下来 您把真实的手机交给 我们挑战者 驾驭辩认 小刘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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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请财神为他显一个复杂的复刑 请财神老师选择的是第44号手机 它位于第二行的第16次 我们请科学助理把真实的手机交给我们小刘来加以破解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挑战 开始 挑战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棒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靜与点栏目 靜与点栏目 因为分数到栏目 太厉害了 成功了 太厉害了 确实很厉害 确实很厉害 天哪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尤其是几位评审和嘉宾 反正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 孟佩 我不知道财神是怎么选择 我去选择的时候 它一共100个嘛 我想选择的是50的前后 就赛程过半的时候 我选的是63号 因为我不太懂 要是我一个一个地记 我想可能记到一半的时候 是最痛苦也会相对容易出错的时候 孟菲老师讲这个是有道理的 其实前后是最容易记的 您说是头尾效应对吧 您的直觉是对的 记忆的时候我们的手尾 一般都记得是最清楚的 就是中间 中间的时候就是容易忘记 我跟财神选择的 它是接近一半 我是刚刚超过一半 而且两个图形都还相对比较复杂 这个很让人吃惊 我觉得很了不起啊 在这么短时间内 能记得这么多复杂的时间 时间也不短了 是 Dogway你好像在计时 他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31分钟 31分钟 每一个手机大概花了不到20秒 好 那么肖刘是否能够PK掉 我们在备战区的其他的已经晋级的选手 代替他们进入到中国最强大脑的战队呢 那么Dogway现在的决定权掌握在你的手上 这个项目的难度分应该可以给到9分 因为在记忆里面最难的两点就是 第一个是现场记 第二个是记忆变 这对于所有的高手来说 都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给9分甚至给10分 应该是在6分或者7分 要是7分你还是很危险啊杨万里 结果会是怎么样 让我们失望一带 结果是 结果是 80 84 84 有可能吗 126 果然是9分 太厉害了 好高分啊 对啊 我觉得可以高 9分是合理的 我觉得Dogway支持打分是比较科学的 他得到的是9分 你将成为中国最强大脑战队的一员 现在请孟非为他颁发《容易虚荡》 好 谢谢孟非 现在Dogway 请你打开很多评审 包括我自己的脑中的那个问号 你给他打的分数不低9分 为什么 对 刚才李永博老师做了一个类底 说是阿维马那个例子 但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二维马的记忆 选手是下台之际的 对 他有很长的时间反复地比对 他可以多过几遍 其实很多人问我记忆的诀窍 其实记忆的诀窍有一个就是 重复 重复 你多过几遍 他今天重复的机会没有一次过完 100个手机 即使按照他变成数字的话 我说稍微占定一点难度的话 就是个非常庞大的内容 他整理的时间也比较少 他的编码必须非常地有效 在最后现场表现的时候 如果能一次过关的话 我们的一致决定就是给9分 毫无疑异 什么叫你们在场下一致决定 你跟谁决定 就我们顾问团有讨论吧 每一个项目都有讨论的 那就说明我们打的分越来越不重要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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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面已经丢好了是吧 如果他能够假设他多试了几次 我给一个7到8分的话 没有 我的理解你的意思是 就是对于每一个节目的挑战项目 那么都有一个对前面进行一些预判 就是这个挑战项目的难度到底是多大 它可能会有一个负值的区间 对 在8分9分或者9分10分 那么这并不是最后的决定 而是要看他在场上的表现的一个状况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 接下来小刘 请你拿上我们的最强大脑的荣誉心脏 走进备战区 欢迎你刘洪志加入到了最强大脑的中国战队 谢谢 在126分以下的取下荣誉勋章 走进第一现场 杨万里 加油 希望你们都能回来 谢谢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刀头被打分越来越觉得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 对 我觉得从这么多年 参与的竞技的角度上 既然它是一个比赛 全世界所有的运动项目 都没有说一个规则 在一个人手上掌握的 我已经拒绝在说流水 刀头被来决定就可以了 好 考主 对我来说孙策然像是神一般的人物 我觉得他那个 这个会章是应该一直抓在手里 但是就是孙策然这样的话 也差一点上一轮被Dr.V给庆祝出去 也是流到最后 是 好 在这个时候我也想说两句话 我听了永波教练刚才说的这个 之后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对Dr.V的那个标准提出质疑 的确我很同意 那个永波老师说的那个话 最后的终极的规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的话 会显得确实不公平 就尝试告诉我们的 一个人做决定 总是很难服众的 但是我们就在想一想 或者说 我只是提出来这一点 对于当时未来说 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不仅仅是面对节目播出以后 有无数人在网上的吐槽和质疑 或者说同行对他的专业度的那种怀疑 是 还要最后面临的一个考验是 最后的那个中国战队 也是一个国字号的队 最终要拿出去和意大利人 和西班牙人和德国人比 如果赢了 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这些天才 这些代表中国人的天才太伟大了 没有多少人会觉得说 那个刀的未选出来的人不错啊 不会这么想 但是如果那个中国战队 输了的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 至少有一半左右的人会说 刀科特卫挑出来的人 并没有把当时节目当中 最好的人留到最后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好问题 压力越来越大了 刀科特卫 好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待会儿 不 我现在就说 你现在急不可难 不要待会儿了 好 刚才孟老师说的那一段 不要剪了 对啊 这选手我 把他们淘汰的时候 你觉得我容易吗 你要冷静 你不能着急 你一着急的话 你就选错人了 我不会选错人 因为我们都研究了很久了 他每一个选手都研究了很久了 好 好 所以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判断 好 辛苦了 其实刚才孟非所讲的各种元素 多可特卫回家躺在床上 我相信他一定思考过好多次 对 我也是这么讲的 所以科学家就是这样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呢 最终 你要淘汰他们当中的一位 两位 或者是甚至更多呢 我们请多可特卫 要做出你的最后的决定 OK 请讲中文 爱小娃 请站出来 郑才谦 孙策然相前一步 姨子强相前一步 跟四个人 安全的 恭喜你们 希望你们加入中国战队之后 能够保持良好的势头 谢谢你们 剩下的中间就有人要被淘汰 你的决定是 黄金东 请画前站一步 你做的是二维码识别 长时机 我其实跟今天的表演特别像 你自己也知道 而你记忆的时间比较长 对不对 王峰 也请你站出来 你也要 你记得是钥匙 也是长时机 你花的时间也比较长 三十几分钟 但你们俩的长时机 但你们俩的长时机能力都不错 你们俩安全了 太戏剧化了 太吓人了 恭喜你们 谢谢 多个多位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喜感 我以为他们两个基本上 他第一次把那个郑财谦叫出来 我认为他疯了吧他 对啊 我都捏一把喊 来 你接着来 请四位选手站在我的身边来 不会是120分也被淘汰了吗 在这边 在这边 对 我们现在剩下了四位选手 所以他们当中的淘汰的可能性 就变得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两位是跟视觉有关的 两位是跟记忆有关的 在记忆类中间 有黎云龙和杨万里 我淘汰的是 杨万里 黎云龙安全了 恭喜你 杨万里你也知道 你记忆的时间非常长 所以你记得是随机的图案 是狗身上的斑点 但是你跟狗 生活一起生活了五天 所以记忆的时间比较长 你的得分 难度分是六分 当初我让你晋级的时候 你还记得我说会计划 你过得非常的侥幸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位 接下来两位都跟视觉有关 一位是面孔识别 一位是微观变弹 我要淘汰的是 我要淘汰的是 李勇 我希望你不要怪我 至少李云龙你的儿子 还在我们最长战队里面 没关系 道科多位 今天我站在这里 我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我看着我的儿子 加入了中国战队 即使淘汰了我 因为我年龄大了 我希望比我更年轻的选手 代表中国 是中国大梦的实现者 我心里非常高兴 李绿涓 女儿去了 恭喜一下李绿涓 那么我们请把李勇的儿子 叫上来 跟爸爸在一起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再经历一下 李龙 送几句话 让爸爸能够安心地 离开这个舞台 说不出来 没关系 儿子 只要你上去了 你爸爸是安心的 没有遗憾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淡叔的灵魂要回来啊 拜托 对 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包括道科多位 刚才那几句话 很遗憾 你被淘汰了 但是毕竟你的儿子留下来了 感觉就是 算了 让你退吧 你退休之前 反正你把儿子工作解决了 我想让他好受一点 因为他的希望全是在他儿子身上 我想让他好受一点 这个情绪有没有左右你做一个 最科学理性的一个判断 没有 淘汰他是完全根据我 这是我们专业的判断 就是没有考虑 什么刚才我说到的 从节目效果 从团队效果来说 一个团队里边 有一对父子的感觉 我才不管的 你有种 很好 万里 你憋得很久了 你有话要多多多说 对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我的分数确实比较低 但是我也很荣幸 能进入中国锯条大脑战队 挑战了一轮 对 我相信接下来我们所有的 那些战队的选手 都会非常地优秀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代表中国 但是他们代表中国 我依然是最想大脑 大家都是一样最想大脑 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 让我们科学流行起来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第一位 谢谢李魏林步骤 好样子 谢谢你们 也许没多的惆怅 遮瑟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 可以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头 让我别提灵伤 求我这些光明 恭喜你 刘洪志 正式加入到了最强大脑 中国战队 放上你的荣誉勋章 点亮属于你的照片 欢迎回来这里 是由大眼一期经历 E-Live智能手机 为你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 同流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动脑不发泪 看看核桃会为挑战者加油 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出场就不一样 你出场的时候 有点像《非诚勿扰》的开头 我刚讲说这个话 他好像来相亲的感觉 是啊 好 既然是相亲的话 把自己给大家自我介绍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顺德的杨冠心 市民中学音乐老师 你今天到底挑战谁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背战区 告诉我 你要挑战谁的那个结果 到底是什么 我要挑战的是 李玉娟 李玉娟 请你离开自己的座位 走到背战区的中间 知道李玉娟在我们这个节目有多厉害吗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你为什么要挑战他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更厉害 真的吗 你看过他挑战的项目吗 看过了 你给他评价一下 他那个挑战的项目难度到底有多大 真的非常高 非常的难 你的意思是你的难度会比他 更大 更难 来 李玉娟 你听到了刚才的我们挑战者的这一番方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的能力可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来预测一下 他的挑战项目会是什么呢 可能跟那个人脸有关的 也是跟人脸有关 你的一千两百多种可能性 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你觉得还有可能突破吗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好吧 李玉娟 你通知的信息是 你如果不是难过他几个能量等级的话 你那个也不在话下 大家马上能看到结果 那么好 我们的杨冠希到底有怎样的绝活 他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VCR 树木有相处 但缺不相同 就好像 这个世界上 永远都找不到 两面完全相同的树 在我的脑中 每个人 每一面 每个世纪 再相似的树木 都可以很快地 发现他们最独有的头疾 改转为主的粉笔下 窗台上少了两片花板的花朵 都深深刻在我脑海中 但我是一个中学音乐老师 虽然我的学生说我为超人老师 但是我认为我的舞台不应该局限在港台上 千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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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的生命 我是杨冠申 你的对手来了 他刚在介绍的时候 有一个画面是 树叶都静止在空中 然后他去拿树叶 现场的少女全温 然后我们这位教授说 什么事啊 干嘛 可能你们是来自 欣欣的都教授是不是 看 只有少女才懂少女心 他从一出来 今天到现在三位选手比起来 从舞台呈现来讲 我最喜欢他这个劲儿 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什么 就是那种神叨叨的 我特别喜欢 我来了 有谁都不怕 我一挽无险 我要打败你们所有人 要是那个劲儿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像他这种反而更像 武侠小说里边的 那种玉面郎君那种感觉 一切不在话下 都能拿下段感觉 挺好 我还记得这个劲儿 谢谢 然后四两拨千斤 云丹风轻的那个状况 好 陶子 她既然要挑战李玉娟 其实李玉娟那个时候的难度 我们划分了一下 因为她有肤色不同的人种 那但是还是很难 因为我们那时候找的题目呢 其实找的长相都比较类似 如果她要挑战同类型的话 我觉得她的同质性要更高 她才能够同中求异 让我们觉得更难 是 好 你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 微观辨识 韩国小姐 那么她这个挑战项目 可能用到的道具是什么呢 让我们见证一下 最强大脑的最强道具 请上 道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1770张合成脸 几位评审包括嘉宾 你们的第一感觉 来 炮子 如果我们用面积大小来算的话 她的大小是李玉娟当初看的六分之一 不到 李玉娟有黑人 白人 黄人 老人 对 老人 小孩 有一些是脸部特征明显的 对 那我们知道韩国美女都很美 然后可能她们对于审美观比较集中 所以有可能她们的鼻子喜欢偏向某几种 眼睛某几种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 同执性越高 要同中求异就更困难了 到了恐怖跟变态的境界 永波老师 我想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是不是能再重新评选一个 这个最强道具 最大道具 最震撼道具 有道理 郝总益 我相信电视观众很难看到 这样的这么多的 这样震撼的道具 太震撼了 我替我们道具组的同事们谢谢你 掌声鼓励 真的 真的 那么 那么杨冠希要怎么来微观辨识这些人的人脸呢 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规则 他排变大咖 宏观变不同 微观识本体 变脸识人杨冠希 超人老师杨冠希 挑战项目 微观辨识韩国小姐 六十位韩国小姐照片 两两合成 产生一千七百七十张相似的合成脸 第一轮 随即任选一张合成照片 挑战者需要找出合成脸 来自于哪两张原始脸 第二轮 随即选出两张原始照片 挑战者观察后 需要从一千七百七十张合成脸中 找出合成照片 两轮均正确 挑战成功 好 桃子 最近有一个心理学报告 她说事实上 美女的脸是比较容易被忘记的 被忘记 对 像我们这种有特色的 比较容易被记得 但是像这么多太漂亮的 她说其实很容易让人过目就忘 所以更增加了难度 这个我觉得是 大家心里面觉得 最不可能的任务 她应该会猜不中 我听说好像这个 我们这个栏目组里面 有人打赌啊 说她如果过关 他们就要把这些道具 沾着辣椒酱吃掉是吗 要吃道具的这个人 是第二现场的主持人 叫王兴 如果他通过的话 王兴把道具的 吃一半 吃一半 一会儿我们就上街 给你买辣椒酱去 别急啊 我觉得不可能 这一千七百七十张 合成的照片 是分别来自 六十位韩国的美女 那么究竟是哪六十位韩国的美女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道具 在这里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为了准确的验证 每个合成脸 我们都有编号 注明它是由哪两张脸合成的 当然这前面看到的 这六十位本尊的原脸 也有编号 好 接下来请三位评审 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哎呦 财神好像这一次的分数 如果他待会儿不成功的话 就说明我有预见性 哎 那么如果他待会儿成功的话 因为我的这个分数拉低了 我想看看他怎么把他救回去啊 想看看啊 你的动机多险恶啊 我不能够为他拉高强的难度分 这是肯定的 对 陶瓷 1770张脸推出来 我 我 我鼓励你完成 但是我有一点不相信 因为我真的觉得太难 所以我打了五分 好 谢谢 我觉得这个三部来说 全部都是韩国女生的话 难度一定会比我高 但是不代表我就不到 那么现在三位评审 给你打出来的分数是13分 即便是财神给你打三分 但是你的预判分数上 也高过李玉娟 关心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请上挑战位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轮挑战 我们就请孟非 在我身后的1770张合成脸当中 随机地挑选一张 掌声有请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随便点 我觉得他们长得基本上 没什么区别 走近了看有点恐怖 你确定就这一张了 好 这个怎么可能找得出来 绝无可能 绝无可能 可能 不可能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小杨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我看好了 看好了 孟非选择这张合成的脸 究竟是哪两张韩国美女的本尊的脸 所合成的呢 现在我们请杨冠希先生 把她找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